拔劍事故心忙忙 就已经没有对手了 是这样子吗 我没有宣称过 用木台年底选战 桃源市长郑文灿 之所以这么轻松自若 靠的就是拥有八成满意度支撑 反观新北极台北选情陷入苦战 北北桃连线共同拉台 是否是接下来选战策略 能够有一点时间的话 我是愿意到别的县市 去分享执政的经验 以桃源的这个选情跟市政为主 像我现在选举都还没开始 六都中要力手四都基本盘外 也要一搏夺回双倍 但面对中央执政满意度低迷 迎对年底选战 就任将满一年的行政院长 赖清德启动内阁改组 筹组战斗内阁拼政机拉台选情 不只是民调 最重要是执政表现 能够让国人能够信赖 我觉得赖清德他来自地方 有丰富的执政经验 我想他选人的标准 应该是会用这个做标准 对中央执政团队 虽有信心 但对于气象预报 可是抱怨连连 直说这次玛利亚台风 虽然桃园放了一个 无风无雨的台风架 但若发生灾情 台北早就被政治口水淹没 气象局有时候很难怪 这个他如果路径往南 那又是另外一个结局 那可能台北都会淹大水 这里面政治人物就是最高标准 这个又不是世大运用猜的 我们四足赛 用猜的看猜谁猜的对 不是这样子 这次强调谨慎为上 郑文灿审慎以对 套用在选战策略上 稳步做好市政 累积政治筹码 欢迎新闻国员庭 张远春台北报道